晚上在敲牆壁 他不能睡 他講也沒用 新北市英哥這個鄰近社區 由男子和鄰居吵架後 蓄意敲牆被告 日前新北地檢署認定 將男子一傷害強制罪嫌起訴 弄滿久了 這樣子住這個當然是會 這樣的草會 人家晚上要睡覺 他不睡覺 社區內大樓一戶戶住家 警鄰一牆之隔 以民林姓男子 懷疑蔡姓一家人檢舉違建 在2010年初開始 林姓男子在半夜及清晨 不同時段蓄意敲牆壁 發出噪音 干擾蔡姓一家人長達五年 蔡家人不堪其擾 到醫院檢查出精神焦慮症狀 多次報警協調都沒用 甚至還被對方恐嚇 在2015年 對林姓男子提出告訴 精神已經受到損害 他明明知道這件事情 他還蓄意的 故意的為之 這個時候可能構成刑法上的強制罪 甚至也能構成傷害罪 因為他敲牆壁的 這樣子一個傷害的原因 造成他身心受損的一個結果 警方認為林姓男子蓄意敲牆 超出一般人忍受程度 密集發出噪音干擾 妨害他人居住健康與權力 兩家恩怨最後鬧上法院解決 讓他們從鄰居關係徹底決裂 記者楊子健 吳子怡新北市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